很多人经常说 哎呀我皈依了 你不能把皈依作为一种答应承诺 好像皈依就是以后要给菩萨做事情一样 不是这样 那是启发你内心的一种本性的善良和慈悲 我们天天磕头 磕头的时候思想是不是集中心皈依了吧 你天天在度人救人或者弘法 这是不是皈依法呀 帮助别人你就在行法呀 行这个佛法呀 你让别人看到你像佛一样 那么你是不是在进行当中 僧呢实际上看见法师以法师为榜样 没有法师以自己的内心佛为榜样 经常要想我们就是一位没有出家的法师